去年台北县新庄有一名机车骑士 无缘无故遭受榴弹击中身亡 现在都还抓不到凶手 当时呢死者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后来他把两个人爱的结晶生了下来 如今小宝宝满月了 朋友们发起了一人一性的运动 给他加油打气 网路上满满的卡片写满了祝福和关怀 去年五月新庄是发生了一起榴弹杀人案 36岁的工程师黄国斌骑着机车 载着怀有身孕的妻子 不幸遭到子弹射击心脏 黄国斌伤众死亡 留下新婚的妻子和肚中的胎儿 这样的悲剧让人心碎 黄国斌的朋友在网路上发起了 一人一性的关怀活动 获得网友热烈回响 累积了一百多封信交到了黄太太手上 他也回应网友千言万语只有感激 去年12月 黄太太顺利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宝宝 亲友们都叫他小冰宝 虽然这个孩子出生就没有爸爸 但是黄太太誓言一定会抚养儿子长大 无奈黄国斌的意外 事情都过了半年 始终没有破案 家属求偿也遭到驳回 但是网友的爱心 让黄家人很温暖